实际上真相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 利益倒是存在的 我在网上 因为我那个名气稍微有点吧 稍微有点影响 然后呢 我会私心里面会收到各种各样的 所谓的真相 所谓的别人的求助 所谓的一些民间的疾苦 实际上我看的那些东西 我一个也没帮 就这样子 我不了解 我不认识他们 我也没有经历过 这些事情的每一个细节 我没法为他们说话 但人生的很多事情呢 假如你 你的利益不一致的话 你描述出来的真相 也是很不可靠的 这么多年我听到的 只要我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我看到的往往是各自一致 没有所谓的真相 而且在生活中啊 也不要老是去追行真相 没有意义 实际上我们活着的时候 尽可能的是找到一个 跟别人利益达成妥协的时候 达成共识 尊重别人利益 也要求别人照顾你的利益 除非说别人对你的利益损害的太过的时候 你才奋起抗争 但是我们前提 我们是希望之前有一个协商的过程 有一个比较好的协商机制 大家各自都能全身而退 这是比较理想的状况 而且实际上 生活中百分之九十九的纷争呢 都可以通过妥协 来寻求双赢的 只是很多人都是 所谓的各自一致的人呢 首先本身就缺乏这个妥协的智慧 不愿意妥协 觉得别人弱小 不愿意妥协 觉得自己被欺忽了 不愿意妥协 觉得别人太强了 压迫你 让你的自尊心受损了 不愿意妥协 人类的不妥协动机有很多 但是呢 最终结果呢 必然导致的是双输 因为我们正常理解的 我所理解的这种利益受损 什么之类的 实际上正常理要是正心诚意的 互相理解各自的立场 而出发点 再弱的人跟再强的人 彼此也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 得到一定的共识的 并且各自选择了稍微有利的 一个方向 发展出比较和谐的关系 进行利益割让 除非是特别极端的情况下 而这种极端情况下 往往是出现在 两个谈判的人之中 有一个人脑袋突然走了 不管是哪一方走了 要么是维护不仁 要么是穷人呢 想的太多 就这样子 我 说 我 感谢观看